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次报有一幕自己要色诱董事长的戏码 让他脸红心跳 为了要展现娇好的身材 在导演的要求下 硬是穿了四件内衣挤出超长事业线 除了自己觉得很害羞外 连跟自己演对手系的YoYo 都不知道该把目光放在哪 那一场我真的很害羞 因为那一场就是他们希望我穿得非常的夸张 所以我穿了四件胸罩 然后一走出那个现场的时候 导演就看我胸部看很久 我以为他要夸奖我 他说不够 我说还不够 我穿四件胸罩了还不够 然后他希望我挤出一些就是 事业线 对 然后后来又去了后面 就是又努力了很久之后 就是有终于有事业线了 然后出来之后 就那一场戏 大家都在专注看我的事业线 随着向前走向爱走进入高潮阶段 郭彩杰和杨又宁的绯闻 也仿佛越来越明朗 两人都坚称只是好友 但却不必嫌一起拍照 也承认关系越来越好 真是让外人对他们的感情雾里看花 不过这若有似无的绯闻 也帮向前走向爱走剧加温不少 而之前传闻的郭彩杰与导演陈俊玲的密恋 彩杰也是一并否认 因为这样子我们每天这样一直在一起拍戏 对啊那我觉得那个好朋友当然是越来越好的 对啊那关系真的是越来越好 所以是牵手的好朋友 对对对真的好朋友 真的好朋友 好朋友 快下雨了哦 没有我刚才一直都是好朋友啦 然后我现在就是也一直在就 就一直在敢拍那个向前走向爱走 所以就也都比较少见面 就都在工作 crow 那边有点什么好朋友